欢迎来到陪你读 我们讲要您好 我是唐玉玲 论语里面有关描述君子的 如果我们把它做一个架构 你就可以从各面向来看君子 或者把有关人的汇集在一起 我们可以各面向来看人 或者把小人里面举出来的做一个架构 你可以各面向来看小人 这时候我们就懂得如何修养自己 提升自己 也懂得如何去观人 也懂得在世间看法的时候 是要比较客观的 比较操染的 要就事论事的 那在论心地的时候 有时候不是外表这样呈现的 有时候大家都说好的 未必好 像祝陀的宁 宋昭之美 大家都很羡慕的 很羡慕这种厌遇 很羡慕这种出入 国君的赏识 可是你很清楚知道 他们才是祸乱的根源 他们或者发生在他们身上 或者发生在他们子孙的身上 是有很多可怕的遭遇的 所以这些你反而不会羡慕的 你不会去羡慕世界的那些粉饰太平的成功 虚假的成功 浮华的成功 心口不一的成功 以假乱争的成功 颠倒黑白的成功 你都不会去羡慕 那个都是读书读来的 读出法喜出来的 意理通达出来的 而且在人情当中 你也做很多的检验 你发学到 真的如孔子说的 谁能出不由父 何莫由始道也 由这个道 才能够真正走出出路的 那学如老人 他特别讲到那种出路 对道那种体会 假如你对道是一种 他就是出路的体会的时候 你会对道很耗耀 而且会学得深入 而且乐在其中 不会皮毛的学 泛泛的学 有口无性的学 这个力不从心的学 化地自先的学 你不会的 你会耗耀在其中 乐在其中的学 通达的学 发挥的学 运用的学 好 那这是前言 那我们特别讲到说 我们人生君子 还有另外一个面向 可以观察君子 什么面向呢 在《雍野篇》的第十八章 直曰 直胜闻则也 闻胜直则死 闻直彬彬 然后君子 直 这个质地很重要 那个质地 像中性的质地 他可以学理的 孔子也说 如用之 则无从先进 如果文跟直 必须选一个的时候 孔子宁可选直 孔子不选文 这种诚实可靠的人 那才是你要交往的 你在他的旁边 你都不会受害的 你们组成团队 能够共同合作的 能够将心比心的 不会互相猜忌的 互相砍杀的 这个直啊 可是如果太直而无稳呢 则也 你看直胜闻呢 胜就是说多的意思 包贤说多的意思 此处并不是说 有直无稳 而是说直的比重压过文 当然这压过当中啊 可以大压过 可以小压过 可以大胜文 像那个论语里面 讲到那个直胜脖子啊 那就是直胜文胜的太多了 所以直胜脖子这个呢 是反谱归真过头了 你看见孔子的时候啊 是上衣都脱光的 很无理的 孔子反而想要告诉他 不可以这样的直 可是他为什么见孔子呢 他也觉得孔子太稳 所以两边弟子都不以为然 纸商脖子的弟子认为 你怎么可以见孔子呢 他说要 孔子太稳了 他不要让他这么稳 那孔子的弟子也不以为然 你为什么要见他呢 孔子说我不想让他太直 所以两边呢 都各有看法 可是孔子也不是文胜子 孔子是文子彬彬 我们得好好的来分析了解孔子 绝对不能像一般人在误解孔子 误会孔子 批判孔子 这是不对的 我们来看看 直胜文啊 则也 也就是郊外的意思 说文说他是郊外 那这个也特别讲到郊外的人 包险就讲人来说 那个也不是在讲地方 也是在讲人 就郊外的人 乡野的人 乡野的人呢 大部分都是讨生活不容易嘛 大概都是做农的做工的 那他欠缺那个理文的修饰 他朴实无法的 所以见面是没有什么理解的 可是他的内心是真诚的 你看那乡下人 招待客人的时候 那是很真诚的 李白 汪伦送李白的时候 那就是李白就也不用文周周的 汪伦送李白 叫李白沉舟将运行 就李白要走了 坐船官要走了 忽闻岸上踏歌声 就是汪伦是一个农夫 一命跑啊 一命唱歌来送李白 那个是一种乡下人的真情 好喜欢李白 李白懂得跟乡下人相处 李白怎么说 叫桃花潭水升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就是指 你看他直接点名汪伦 就表示李白也不跟他吻了 李白直接指 那这个乡野的人啊 往往是感觉到比较 不是野蛮哦 李文啊 比较不讲究 让人家感觉到比较笔漏 比较粗犷 不是那么的尊重这样的礼节 有他不到位的地方 那这样的人啊 固然是很好 可是这种人啊 有时候该怎么说呢 王霸那时候在隐居的时候 他有一个朋友的儿子 带着爸爸的这个口信啊 来见王霸 碰到王霸的儿子啊 王霸的儿子啊 竟然羞愧到手脚都不知道怎么放 所以那个有时候那个野啊 你如果没有修饰那个李文的时候 你有时候不能显现那个气质 你不晓得该进还是该退 你不晓得手跟脚要放哪里 所以有时候你学那个礼的时候 这个礼又配合你的能力的时候 你可以在各种场合里面啊 跟人相处 不会不晓得该怎么办 第二个呢叫做文圣子则死 文就是指这种文采 礼节 言词 这些内涵 如果我们这些文采 这些礼节 这些言词 修饰的言词啊 圣子 就是这个圣过这个子就是真诚 很多那些外交辞令 就是很稳没有子 讲那些光面堂皇的话 但是实际上呢 是不是这回事呢 都不是 所以文圣子则死 则死啊 这个死也是在讲人 就是死官 死官在写史书的时候啊 如果不像孔子跟左丘明这样 旧事论事客观啊 往往都是言过其时 既然是言过其时啊 就是属于浮夸那一型的啊 不管是好的坏的 都多说好几层 我们学如然说啊 你一定要符合实际的状况 你可以含蓄 但是你一定要符合实际的状况 你才能够取信于人 否则你这种叙述啊 只是粉饰太平 掩饰过失 随顺君王的好恶 或者是 在这个时代里面啊 想要巴结讨好君王 或者是要找寻自己的出路 或者像司马前这样 因为遭受到公刑啊 愤世技术 难免有一些过于夸大 这些都不好的 所以则死就文采太多啊 比他的值压过他的值啊 就会产生这样 那学如然说 我也做过历史 像学如然 张太史是举线制的总篇站 学如然是举线制 就是山东举线 雾旺在举那个举线 学如然是分串 他说他也写过律史 对 有时候要面临到 说事实的时候 你无法全说啊 可是你可以含蓄着写 你就不能偏离事实 你偏离事实啊 那就是文圣子了 就浮夸了 不是真诚的 尤其那个报章杂志 在批判什么事情的时候 其实有时候都过于夸大 尤其是坏事居多 好事居少 又过于夸大 造成社会风气的败坏 这种口才的吸力啊 就像铸托之令 铸托之令啊 还可以在这个时代里面啊 反而是名利双手 反而会让公子感叹 没有铸托之令 或者是颂召之美 那些隐异歌星啊 那些美容美貌啊 南湖免于事 很难在这个时代免掉的 免于祸患的 很难的 就是意思就是说 很难在这个世界立足的 很难在这个世界免于贫穷的 意思就是很难荣华富贵的 那就是时代之乱 那下面说了什么呢 叫做蚊子兵兵 然后君子 所以孔子也没有告诉你 要太吻 没有 这段话 没有像子昌伯子讲的 孔子兵 太吻 孔子是蚊子兵兵 蚊子兵兵啊 就是融合 蚊里面全部是子 子里面全部是蚊 这叫做蚊子兵兵 那个兵兵要想怎么样 知道吗 那个牛奶啊 奶跟水相合的时候 假如那个奶是子 水是蚊的时候 或者是水是子 奶是蚊的时候 两个相合的时候 蚊子兵兵 全部是蚊 全部是子 全部是子 全部是蚊 你看一下 论语就是蚊子兵兵 蚊词写得好 事实也是那回事 所以那个论语 这种书一定要多读的 这真的是 自事的宝典 修身齐家 治国平天下 事出事的宝典 是蚊子兵兵的语言 蚊子兵兵的君子 他才能够蚊以载道 有那个蚊 而且也有那个子 然后君子 就是你蚊子兵兵之后 你才会成为君子 那个君就是群 我们一般古代的君 他讲成群 就是合群的群 子就是男子的美称 意思说 这样的人 他才是群体里面 骄骄者 蚊子兵兵 他胜过于光子的人 也胜过于光蚊的人 直胜蚊的人 都不如蚊子兵兵 蚊胜子的人 也不如蚊子兵兵 蚊子兵兵 还要看 就是说 那个蚊处就是他的直处 那个直处就是他的蚊处 可是他有时候 他可以看时机 比如说 跟乡下人相处的时候 那个蚊子兵兵 又显现为直 那如果跟这个外交场合的时候 他蚊子兵兵当中 他又能够彰显那个蚊 就是在国际场合 他不失礼仪 他又不失客气 他又不失恭敬 孔子曾经做过那个兵戒 就是当成国军的常化者 军招使兵 摄博如约 朱雀如约 他做过那个冰相 他做过那个传化者 这个传化走路的遗节都恰到好处 那个就是吻 所以该吻的时候吻 该直的收直 那就是吻直彬彬的融合 而这个吻当中 他也表达他的直 所以那个外交场 虽然说客套化 可是里面的心意 也真的是诚心的 来两国相交 你看我们一般的那个事业 比如说招待人员 他如果文子兵兵 文就是他懂得客套化 讲客套化 他懂得理解因兵 可是他又让人家看到 真诚的那一面 那他就是君子的风范 不能光子 光子就是很粗躁 很粗俗 很粗鄙 没有那种 让人家感觉到说高雅 所以这不应该的 那也不能让人看起来 高雅当中 其实没有人情味 不是那回事 那文子兵兵 就是他的礼节处 就是他的诚意处 他的诚意处 就是他的礼节处 这了不起 真的读这张 那了不起 家里面培养出这种人才 那不得了的 那是事业的人才 国家的人才 所以那个文 那些文 比如说他培养的 很多的能力 那个文也可以当成 很多的能力 都是发挥他的值 所以那个能力越多 他对社会的贡献越大 如果文胜值 很多人培养那个能力 没有那个质地 所以罗斯福说 美国很多大学生 都是社会的卫报蛋 那就是文胜值 这史实都是表面的 客套的 其实内心都不是那回事 内心自私自利的 内心里面都是个人主义的 那这样的话 反而文如果不是 配合值的文 这个文不能取 而值 如果不借着文去发挥 这个值也让人感觉到 太粗比 所以这两个相合 那就是一个君子的形象 所以这样的人 他一定是人世间 最能够跟值跟文的人 相处的 这个就是他的出路 这也是我们观察 对方的一个观察法 也是自我勉励的一个方向 好 这张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听 下集再会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